十年過去了 當年代表Joker配色的Kobe Five 在聖誕大賽上是那麼的耀眼 而十年後的今天 Kobe Five Patrol的首發配色 就是當年的Joker配色 但我想包含Kobe Bryant本人都沒料想到 這會是他離世前 Nike為他帶來的最後一雙簽名鞋款 Charlotte Hornet選擇Kobe Bryant 從Lower Marion High School 在Pennsylvania 大家好 今天歡迎來到JB跟你一起看球鞋與球星的故事 今天要討論的是Kobe Bryant的Kobe Five Patrol Chaos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細細品嘗這一段故事吧 2009年剛拿下第四枚戒指的Kobe 在上一雙第一桶籃球鞋 Kobe Four取得成功後 馬上跟首席設計師 Erika Ever一同討論下一雙鞋款 Kobe Five的設計理念 他們倆得順盡此地挑戰籃球鞋的極限 更輕、更低、更靈活、更貼地 因此 Erika Ever大膽移除了多種鞋面元素 單純採用Flywire 2.0 與Hyperfuse的技術來製成單一的鞋面 完美達到輕量與包覆的效果 更薄的Flylon中底 搭載前大拇指下的氣墊 與後跟厚實的馬蹄形氣墊 這一系列的設計與操作 不管是外型還是性能上 都大受球員與球迷的喜愛 讓Kobe的簽名鞋款持續穩坐神壇 還記得十年前還是小夥子的你 是如何穿著這雙鞋飛天遁地 享受這雙鞋跨世代的腳感 陪著你走過那每一場 粒粒在目刻苦鳴心的戰役 而在那個時空 同時也是台灣籃壇最輝煌的時代 那時的台灣超級籃球聯賽 SBL 野獸、林智傑、邵俠、田蕾等一線球星 也都踩著KobeFly 與我們一同經歷那段美好的回憶 回到NBA賽場上的那個時空背景 25歲的小皇帝與31歲的黑曼八 是他們最接近的巔峰時光 球迷最期待的就是他們倆的相遇 但很可惜的 他們倆一個在東區稱王 一個在西區殺敵 就算聯盟再怎麼刻意營造 也躲不過命運的作弄 兩人從沒有在短兵相接的季後賽場上碰面 或者說沒有機會在Final Game的賽場上一較高下 是球迷也是球員心中最大的遺憾 因此在聯盟的刻意安排上 讓狐人與騎士成為了當年聖誕大餐的主菜 而這場萬眾矚目的對決上 曼八腳上的戰靴無疑是最經典的一雙KobeFly 也就是KobeFly Chaos 2008年上映的神作The Dark Knight 最紅的一角不是黑暗騎士蝙蝠俠本人 而是由已故隱星Hiss Rager所飾演的小丑Joker 這個狂妄自大卻深思熟慮的挑戰者 挑戰既定的法規與世俗的正義 一種玩世不公的態度讓人又愛又恨 是不是就跟那個讓人又愛又恨的Kobe Bryant一樣呢? Are you willing to push the right buttons even if it's mean being perceived as the villain? 是的 Kobe用Villian 惡棍來形容自己 而不是Hero 英雄 或許就像他對於籃球的執著就有如Joker一樣 不斷去挑戰去突破 為了達到贏球的目標 不惜讓身旁的隊友教練甚至是球迷感到厭惡 但他能堅持執行自己覺得正確的事情 當年的Kobe Bryant其實同樣有推出Chaos的對應配色 The Dark Knight 但Kobe 仍然是選擇了Chaos當成聖誕大賽的御用鞋款 或許就是覺得比起充滿正義 毫無瑕疵的黑暗騎士 自己更像充滿缺陷但瘋狂無比的小丑 也讓這場比賽充滿了更多景點元素 隨著時光的流逝鞋款開始一一復刻 Kobe Bryant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不只是單純的Rachel 復刻 而是Professional & Rachel的升級復刻Portrol 而十年的光陰轉眼而過 馬上就到了這雙經典戰靴的復刻與升級 Kobe Bryant 而首發配色就是那個經典的Chaos 對了,你好奇為何這雙Chaos沒有被稱為Joker嗎? 其實仔細觀賞HisRachel的演出 他可從沒說過自己是Joker 而只說過 因此Chaos就成為了這雙鞋的代號 但誰也沒想到一場直升機意外 讓這雙鞋成為了Kobe在事前的最後一雙簽名鞋款 Nike為了避免炒鞋歪風消費Kobe 停止了所有Kobe高價鞋款的販售 時至今日六個多月了 人沒有更新的販售消息 輾轉半年這雙鞋遠從天使之城 Los Angeles 飛越了太平洋終於降落到我手上 剛拿到手時以為一切都沒變 跟當年一模一樣的熟悉 但上腳後發現 原來一切都變了 原來 十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 十年 曾經的小皇帝Lavron James 人主宰著聯盟 只是身上的制服從熟悉的騎士與熱火 變成了從未料想到的紫巾配色 十年 野獸林智傑的運球還是一樣流暢 腳上甚至也能是踩著Copify Chaos 但身上的制服也從我們過去所熟悉的台皮與廣下 變成了全新的富邦勇士 十年過去了 Copify Patrol Chaos 一樣維持那Joker的經典配色 一樣採用輕盈的Flywire 2.0與Hyperfuse來製成斜面 一樣是心電圖樣式的外底紋路 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的熟悉 但Nike 卻在原本應該強調貼地感的前掌 塞入了屬於ERV系列的Dream Turbo 後掌只剩調校相當鬆軟的發炮材質 讓原本完美組件的順應性 盪然無存 你說他不好穿嗎? 也不是 你說他不能打球嗎? 當然還是可以打球 但我確定的是 他不是Copify簽名寫款改給世人的樣子 或許實在的變遷 我們的體能也不再是過去熟悉的感覺 更不能接受與駕馭這全新的腳感 誰也沒想到這十年 轉過頭一看感覺一切都沒變 但細細品嘗卻也發現什麼都變了 我不知道 Nike是想給我們全新的感受 還是別有用心 但我只能說 十年前的Copify帶給我們的是 跨世代的驚喜與經驗 而十年後的我們 期待越高 失望卻也越高 當年的我 存了好久好久的零用錢 只為了跟偶像 穿上一樣的鞋子打球 而如今 我仍是用我的積蓄買回了 屬於我的回憶與致敬 期待下一雙正代鞋款 Nike不會再辜負球迷們的期待 並找回屬於Coby Bryant鞋款 該有的樣子 好的 今天的球鞋與球星的故事告一段落 如果想看更多的鞋屏細節 歡迎來我的皮克幫好好欣賞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 訂閱 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雙鞋子見囉 小鈴鐺 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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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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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七 四 五十六 五十六